那万众瞩目的高息ETF00940 你也有上车吗 今天的成分股全部都开奖了 常柔买最多庆向第二 还因为股民蜂拥官网大档机 小股民实在太猛了 万众瞩目的高息ETF00940 成分股开奖前夕官网大档机 怎么刷画面都只有无线空白 不止网站拨打客服也全都盲线中 当进了好长一阵子后 940终于正式公告建仓部位持股 长荣庆向买最多广达光宝科 世界也持股超过2% 而其他像是统一亚翔加士达 立成莲勇也通通入列 而就在00940巨鹰挂牌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 投信疯狂撒钱 继28日大买238亿后 29日再翻倍买超599.5亿元 刷新史上记录 只能说这波ETF狂购潮实在太疯狂 除了散户零股族 连公股银行也抢着进场 统计8大公股近5个交易日 加码前10名 有6个标的全是ETF 其中高股息ETF 甚至包办买超张数和金额的双料冠军 他们买法可能是买相对比较低位阶的个股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讲 如果你的投资金额并不是这么大 你买这些的个股 其实你往下买意义不大 所以反而是说 真的要找低位阶的 你要找相对高值率的个股 我会觉得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00940之乱还没结束 紧接连成分股相似的弟弟00944 也将在4月底开放目击 市场传出可能比哥哥更强吗 因为回测944成分股 9年来总报酬率就涨超过4倍 股息报酬也有近2倍 已经掀起超高讨论度 届时狂购乱象 恐怕会再次上演 东西才喜欢许倩罗珊台报道 看盘不乱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